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13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击节目 关于山东这举线的事,大料来了 首先我声明我是反对任何暴力 我不主张暴力,我只是依据媒体的报道 给你们分享,告诉你们有这么件事 你看上一次我没谈到吧,现在谈到 因为刚看到的,也就是山东举线大年出一种特大枪杀案 不是孤立的,它是海外的有一个革命自由军发动的 哎,这个事可这样大事 我的分析对吧,预测对不对,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龙仔州事件20大之前,拉出大标语之前 你查查我这个节目吧,我不是在这之后讲的呀 就在这后讲,就马后炮,就叫门后耍辣刀,吹牛皮 我在之前我就讲,大革命即将来临呢 果然,龙仔州事件发生了 然后,提出行动纲领,是吧 几要几不要,行动纲领西面还当平民事 那就是全面的动乱呢,即将发生 如果你不相信,你看今天看中国网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得非常好,已经很实在了 不是在学业夸张,也许很厉害,有依据的 他讲什么呢,就在2月10号大年初一这一天 发生在举线这个什么,1949年以来 各大群杀案 确实过去没有过这样的 你看,网上流传死亡人数从14人,18人,21人 目前最新版本达到40多人 到现在还没抓着凶手 从一名被开除的特警,到刚刚出狱的青年 从一人作案到四五人作案,各种版本都在流传 甚至有官方背景的香港媒体报道也被删除了 从中共快速封锁消息,掩盖真相来看 证明这个事件不是个小事件 还有刚才讲那个,你知道是郑阿伟,马上下了个文件 关于建立社会矛盾,风险隐患 日报告制度的情绪通知 日报道就是什么,每日一报,一天一报 估计在2006年,我讲的那个年代 就是胡贝斯的年代,有 但是像日报里面有,还是一般月报 就平常开会讲,就这些方向,这些是重点 健康对象,日报都没有 日报啥意思啊,你什么别人干的 你怎么整天就搞这东西吧 这证明事态严重了 你看,关于他讲这个日报的一些选项 我不许重复,上一讲已经讲了 我要给你讲讲,上中国网站今天披露的新消息 他说对此有网民认为呢 古旧以及未事已经完了 这正和以前设计一样 你这个社会矛盾累积是十年 你习近平折腾十年 或者是共产党从毛纵开始 累积到今天 这不中间搞改革开放 给社会矛盾化解了 不还了,对吧 一国两制啊 到了温家堡 护露的年代不折腾收养生息啊 是不是啊 免农业税啊等等的 这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基本的问题没改变 到了习近平 暴行李是一下退到激乱了 对吧,你看 他说排查经济是为了把它压下去 完全不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啊 不过现在已经到了 按下哭了 无论起了调的程度啊 他说经费是那么多 花在这里 别出去比较有哭 你比如说吧 台湾那些邦教博 又让习近平给拉过去了 怎么拉过去了 给钱的 你把钱给了他 你这边不就没钱了吗 所以我说为什么 台湾要是最好的政策 什么都给他 这些国家都让他养了 他愿意好大喜悟 你就都让给他 你要有啥用啊 对不对 你都给他 他养了 他就不就 就是没钱了吗 对不对 没钱了 他就造反了 这最大的问题 你要维闻警察钱没有的话 他们马上就放平了 甚至掉转枪口 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你看这边文章讲 他说 有的网民就讲了 这一次你这一公布 这些名单 哪些人是监控 我站了好几条 马上眼睛看 毁了 我都成敌人了 方舱医院改成精神病院 我早就说了 和中国开战的国家 不一定往中国投炸弹 冲头冲锋枪和子弹 随机的就够了 你就看老百姓恨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杀几个人是杀人犯 杀上千万人就变成了什么呢 腊肉 变成了毛腊肉腊肉身 不就全部人口 百分之九是要上报了吗 问题是排查后怎么办 都关进人病院吗 你看他排查的对象 哪有好人 就升警察了 警察是等着那个钱 危险经历 你就想要不这人列进去 哪个不是吧 你就跟我讲吧 就算这些民营企业家 有的钱移去到海外 你回去以后 人家你设海外关系 从自由世界来 并不得是 也许是特务 他开始怀疑你 对不对 也对你也不放心 你出去以后 难道是你一点 不带点线索 回去以后 使他们赶快怀疑你 你就是没有事 他一直拙扰你 是从刘洋回来 海外的律师 你看那个 抓间谍特务电影 不讲了 来来来来来 咱们从小就懂 来来来来 你说现在 你现在怎么过 你过去讲 敌人特别多 我开始敌人 老百姓反应的非常深刻 那当然这些事情 我不去给大家重复了 重复就是什么呢 刚才看到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这场世界 早就有一个组织 在海外宣称是他们搞的 你看咱们从时间点上看出来 他不是过后出国量 他不是过后承认的 他以前就承认 他搞一场文明 你看他是X平台账号 叫革命自由军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没看过 我只是以前看过 那个就是 这个澳大利亚 有个艺人是宣称叫K字旅 是吧 缅甸那个 我估计那个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刚好是真的 因为这有事的一些 你看 叫革命自由军 叫全程叫中华宝台 反共国军 还有个叫海鹏复国军 沦陷去革命自由军 一下叫革命自由军 就有这么一个组织 他是2月11号 在网上发的声明 今天是13号 对不对 那你就那个 这个事件是哪天发生的 咱们一看时间顺序 那是不是真的 他说11号发的声明 经慎重考虑 我们还是决定 举线打响第一枪 目标为政府人员 战斗小组目前 与动员安全撤离了 就他的小组已经撤离 是他们干的 自由军为此事负责 具体细节 不公布 不必公布 也就是说 他是这个事后 公布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 他是造假 就是这个事 和他没有关系 他是为了 正式正式中共 故意这样讲 那么我们往下看 对不对 我也关心这个 他说同时贴 该帖 还贴出了 中国大年前 2月5号发出的 自由军宣言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就他干的 你看 2月5号还没有这个事 对不对 那证明 事件顺序 能够对上 他说 80后很可能在中国春节前动手 我给大家看看 咱们讲什么东西都有一句 不是我在编造故事 就是我在搞点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 我本身来讲是 我是不参与政治的 我要告诉你们 我很清晰的界限 我就是个媒体人士 你看 我往下边再拉一拉 因为我不会编辑 你看 他是这样 他这个上面文字 这个文字 你看 这么一个文字 我好听一点 这样一个文字 这文字怎么讲 经慎重考虑 他是繁体字 你别说 这有点意思 他是繁体字 要简体字 你说是国内的人 下别人 天在上面 吓毁人 繁体字 他是经慎重考虑 他的全称叫革命自由军 他有个称号叫 中华倒台反共 富国岛 海鹏富国军 沦陷去革命自由军 决定呢 他说经慎重考虑 还是决定官学 这意思 他这个 发生这个武装 事件以后 他原先不想 把讲 就偷偷懵懵干 这不更厉害吗 他经慎重考虑 他们决定把这是公布了 就是局限大响的一切 他们选择是山洞 目标为政府 你看政府已经这对上去了 你看那个 现在海外 媒体报道那些 零零碎碎的细节 都讲了吗 是在政府人员 家属门院 两个人讨价 对吧 赵半舰是这样爆的 你看 他说战斗小组 目前已经安全撤离 不是因为抓人 你看这武警都站在那里 喊口话 那都是大忽悠 12345678 没有现场抓 抓的是早爆了 对不对 你看 自由军为此事负责 因为这次事件 是自由军一个组织 他发动 具体细节不便公布 那当然已经不公布了 好 我们讲 我们再看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说 2月12号 第12号 再发声明 这就事后了 对不对 施加以后 这个法徒问号 他说自由军声明 他说 时间是24年的 2月12号上午 10点30分 地点在哪里 举线路河镇 老干部活动中心 哎 这个就到现在 为什么没对解 对不对 如果现在有个 山东电视台吧 或者是 官媒 封口 和南网 人民罗新华会报了 世界发生在 举线 老干部活动中心 哎呀 那就是大神了 对不对 现在没有证实 咱们不能造谣 他说世界是什么呢 对于参与团队活动 所有人员进行 误差别 误理消灭 那就武装企业 就针对的是 领袋 直接给干掉 你看 这个就不是 报复社会 那个像有的讲 监狱出来的 这个 受到政治困害 或者是冤假错案 或者是报仇 林里举起 这些私仇 这个性质 完全不一样 你看后面 自由军对 宣布对此事 不此而言 那就是武装 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了吧 对不对 我早就讲到了 一定会有向来 足够走向武装起义了 我给大家看 这是他另一个截图的 这个 这个网上的原文 你们看一看啊 我靠近一点 你看 啊 哎 这个是不清洗啊 请电脑把这个 另一个电脑 这叫后一部电脑 就防止什么 他给我黑了啊 你看他这个事情 是个很大的事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说明是不是有组织啊 难怪现在他不报道 是因为过去他现在 没查清 查清他就好报道了 你不报道就不行了 或者是他怕报道以后 中国老大外星 身份加入这个组织 那更吓人 你看这后边怎么讲的 果然是这样 你看 他说2月13号革命军 发表声明啊 举限革命的目的 是肉体消灭 资金仇措 积累经验 放手一步了 这等于和 刘晓波当年 那个不一样了 那是和理非 对吧 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是你和你杀了我 我也不反抗 我就是宣传 是吧 动员 最后立法会就要灭了 是吧 这个你只能关注你共产党了 对不对 你要如果说始终是这样 让大家自由表达 也不打烊律师 让律师带领群众离权 这个时候就属于和平 转型 慢慢转型 就和平也 你共产党也不想这样 西平想 这个萝卜地瓜地头卡萨 我全给你们除掉 是不是 导致什么 整个社会变别 这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完蛋了 他说你看 他说 局限革命意识 打破中共强大的神话 凝聚革命共识 各式两岸彻底对立 形成灭共 复国统一战线 局限革命总结 情报及时准确 计划终密 详实 战前动员游离 行动迅速有效 确立有条不纹 都做到了 到现在没抓着人 这么多的武警在护有完 到现在你看哪有 没有任何报道 对不对 刚才我查一下中纪委 政法委的网站 禁止了 什么也没有 他和以前一样 你看 最高领导 慰问法院老领导 我讲到的是张军 是让最高领导的检察院看望委员哪里的应用 公安部呢 不会委员 因为赵白志竟抓了怎么委员 那么公安部干嘛呢 就是王小红在进行什么呢 主题思想教育 安全部也在教育 领导小组在强调什么呢 两个维护 你看 有意思啊 这证明什么 证明他现在猫了 还没查清 到底这革命军在哪里 那 就等于 辛亥革命 打响第一枪了 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给怎么办 你看这篇文章 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 假如 他是假的 那就时间对不上 我们看看他的后本文字 还有 他说呢 革命自由军账号 在23年10月11号 就发了一篇招募人员的推文 你看 这个事不是出来了 有没有这个 我没看过 我从来没看过 革命自由军的推特 因为推特上 我上的很少 前一段时间我上了 我把我这放上推 其实我叫他骗了 我回这次 随报我的推特账号占用了 怎么回事呢 我看那上面写的时候 你要给转到推特上 你可以有点广告费 这个你就 但是你必须订阅他一年 一年一百多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 我挺心疼 大家想想 有这个盈利不挺好的吗 在现在YouTube发完 转给他 对不对 他有点盈利 他给我钱收走了 一百盈利也没有 我一看去你 从此以后 我也不转你的 你爱上哪 上哪 待 我一生就这样 你骗了我 你这个钱 我就很切割了 对不对 但是推特我不怎么看 应该讲 他影响是很大的 他这篇文章讲 是推特上 推特上面的这个消息 你看他讲了 他说广惧天下英雄 共创 复古大业 看着他的表述 似乎是台湾的 台湾这更猛了 更厉害了 我的天哪 这个是有待观察 他说是共创 富国大业 推文表示 富国党自由军 原来他是要恢复 中华民国 叫自由党 向沦陷区公开招聘 那就是 台湾的事 他说 哇 这个是大大 他说 要公开招募什么人 特战队队员 指挥官和特勤人员 他说 要求必须 没有沦陷区的国民 你必须是 中共统治下 国民院参加 尽别年龄不屑 要勇于革命 勇于灭后 要忠于民国 忠于革命 被录用者 本部提供 全方位支持 英雄们集合了 原来这个是 11月11号 23年就开始筹备了 然后1月25号 该战场发布了 富国路线图 1月25号 那他对上 今天是2月13号 原来是1月15号 就有路线图了 叫路线图 行动路图路 计划 计划分五步 在全国3000个区线 建立武装基地 组建武装革命 里面会 你看 这证明什么 就是现在振发美毛了 这是有组织 那就厉害了 他说 用灵活的战术 逐渐吸扰 消灭 赤 路群 赤路 那应该是 这个好像那个 看他的词 可能在台湾搞 就很难说了 侵略者 同时不断地发展 发展壮大 他意思是 这是敌战区 就是原先是中华民国 现在让他占领了 是吧 他说 用各种手段 破坏 其知名统治 去除 咬乱 其正常 生活秩序 他认为 这是俄共 就是共产国际搞的 共产党 确实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台湾 地理势力 夺取了 这个 这个颠覆了 这个中华民国 对吧 全是这样 你看那个历史上 都是这样 重大的事家 就是这个张学霖 你看那个蒋介石 这个到了晚年 最后给张学霖 压了很多年 他以前是背把兄弟 后来这个蒋介石 见了他 就在刺口 见的是吧 见的不是张学霖 见到蒋介石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讲了 意思是 你老了 就是说蒋介石 你老了 是吧 蒋介石委员长 委员长你老了 蒋介石还生气 你看一见 这么多年 我压你 你还没改造好 他这么直响 他说你头都吐了 蒋介石生气 你头都吐了 然后还绕来绕去 他俩讲大 二十多分钟 谈话 那是历史性谈话 这个 其实张学霖 就想跟蒋介石 哀求他能不能就给我 解禁放 他软禁了那么多年 二十多年吧 是吧 头都白了 头又吐了 蒋介石还是没答应 只是 维吾尔来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西安石变 对中华民国的影响 才有 确实是 但不搞这 共产党不可能 跌覆 这个 这个 中华民国 就是 共产党把他骗了 把他争取 统战了 然后他一时糊涂 就搞这么东西 一下子共产党做的 要不那时候 以气给共产党就灭了 什么 共产党他不是真靠日 他借靠日 这个东西 把他自己 气死回神了 是吧 这共产党是最大的片子 你就看到 日本人这个 这个战后 赔赏 他就不要了 毛洞给赦免 毛洞不要讲 感谢日本人 就张学霖 是就是被利用的 他傻瓜 那晚点是很痛苦 很后悔 但是 蒋介石不放的 因为什么时候不是我个人的事 你抓了我生气 有点碎断了 那么重要是什么呢 你损这个中华民国的损失太大了 真的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事 共产党早就消灭了 共产国际 就不能实现在中国的 吃飞这一套 对吧 所以国内媒体的报道 张学霖怎么爱国的 怎么胡扯这些事 你们才知道什么 你看了台湾那些历史 我本来学历史的 共产 共产党那些资料我也看 这本资料我看 我每天都看 台湾演绎 什么台湾启示录 不管你我都看 比较靠谱是这个 所以这张学士 当时那是绝对发的那些 那个他真的是很有原则的人 他绝对不会放的 对不对 当然这是另一个议题 就是也给你们讲一讲 这个中共大外选很厉害了 你看这篇文章讲 他说 他用行动是五步 那就刚开始了 全国三千个线 那就等于他开始 搞武装起义这一套 大陆公安党 习近平下的镇压了 一定是镇压 他说用各种手段 破坏其知名统治基础上 扰乱其正常生活生产 及秩序 自由世界力量 介入诸岛大陆 全面革命世界 武国伟大愿解 自由世界力量 托管 军政 逐步过得到宪政 他这样讲 说2月11号 就是这样叫革命自由军 中华保派反共复活军 也叫海鹏 武国军沦陷去革命自由军 他说三支人军队 他说发推文指出 本推为大陆自由军的官方账号 宗旨是什么 欢迎任何人参与 五国革命讨论 军事战略战术的研讨 这个意思是他要恢复中华民国 现在正好台湾是爱卿德是总统 是吧 但是他现在台湾基本上现在 给我的感觉是政坛上是 旗鼓相当的情况 也就是韩国瑜和他的江启臣是吧 他俩控制了一些是立法院 所以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没去过台湾啊 这个是我讲不好 但是我每天都看了全世界的新闻 主要看台湾的 我为什么看 我要补上这一课 因为在过去共产党挺同的下 我获取台湾的信息全是假的 我一发现全都是假的 我就跟你讲 包括一些对决人历史人物的评述 你看以前咱们了解蒋介石怎么了解 不就看金灵春梦吗 说蒋介石可坏了 和宋美内郎用了牛奶洗澡 都能一想 他们都相信 上中下三本嘛 后来一看 那这小说 瞎你 那一记一刻是真的 蒋介石有他的确定 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哪天用牛奶洗澡 牛奶怎么洗澡 你想这牛奶 你那个天早就 我都喝一杯牛奶 喝完牛奶以后 你的骨就不能脆弱 脆倒了不能断 你要喝牛奶老年人 我就跟你讲 有些人他不提我的签 他不喝 结果一摔倒就完了 他再生 讲这个年龄 只要已断了以后 永远不可能再修复 你记住了 是不是 这当然是健康 有时间跟你们讲的健康 我老家每天 游泳的四十分钟 到了水里 嗖嗖油的 这车到哪去了 讲局限 局限这武装起 所以为什么工党 就害怕 难怪这么长时间不报道 然后还断网 而且还给这个当地戒严了 就都一个小城市 小县城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大革命在白鸣 如果每个县都这样 很快不就连省自治了 光纳一跑以后 就马上 你很快 我就跟你讲 因为什么他不得忍心 然后习近平跑了以后 就把这元老 全赶到雄岸心去去了 你终于和我讲一模一样 搞不好习近平就跑沙特去 他很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建政以来跑出去的总统 你往海外 你们不信看着吧 他胆小 你看新冠一来 他第一个跑戴着口罩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他说革命军有这么几条 你看见没有 我给大家看看 放大一点 你看革命军 这非常详细的不是我在讲的推测上面 非常详细的行动纲尾 这致命是一个组织在背后发动的 已经在三东大响 大响了一响 广惧天下英雄共创复国团业 复国党自由军本部向沦陷区公开招聘 这么几些人物 客战队队员和指挥官 二特勤人员 他说必须为沦陷区的过敏 这个无论年龄性别 一旦录用 录用本部提供全方位支持 他啥意思 那就自行也支持 这个意思吧 天地自大任你支撑 广阔舞台任你重情是人 英雄们集合了 你看这里讲的是非常详细啊 这是看中国网站今天发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报道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把这事告诉你 我最后再强调一遍 本人是一个自由表达的言论自由的平台 历来主张 就是言论自由的 新闻自由的 是不主张暴力革命的 本人也是最早要赞成刘晓峰的和李飞的观点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和李飞的他不给刘晓峰灭了吗 所以中共这套东西 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了 所以说你别冤得冤不了别人 你自己搞得今天这程度 苦果你自己念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但是我预示 最乎这个世界有点不同寻常了 如果你不相信 它不光是一地啊 重庆今天也出了事 给大家也播报 这是万里网报道的 也不是我造谣 重庆已经成为中共官场最凶险的地方 尤其是刀把子的重庆系统 由谁掌握直接关系到党中要 可否掌握这个西南 西部支辖市的关键 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重庆 发生了一个 一个动力事件 只过这个事件这样讲吧 规模比较小 就是有一个司机 昨天讲到了 重庆那个公安局的局长 换了一个新的局长 换局长没有用 我看今天媒体开始分析说 为什么换张安江 我对张安江不了解 胡明朗早就以前曾经分析过 那么张安江怎么来的 根据今天多维网的 万维网的报道 他说的是 53岁是甘肃景泰的工学博士 长期在甘肃工作 历任甘肃省发改委 固定资产处理投资处的处长 后来当了委屋卫市的副市长 发改委的副主任 九泉寺的副书记市长 那么19年12月跨省调到了 重庆市同南区代理区长 21年区长 现在变成副市长 建公安局局 那证明他估计是 林夺那个拳子里的 王岐山的拳子里 但是这样看 也是个简单的排队 简单的分析 我不清楚他是哪个派系的 但是你别忘了他在什么地方当过副市长 武威是副市长 武威是什么地方 你们知不知道 火云贵这个人 知不知道让江宝宏他俩搞破鞋的事 知道吧 就是武威是有一个女的政发 政发委书记 干了28年吧 不是28年 官场一共干28年 当政发委书记干了十多年 这个女生江宝宏 长得你们看看吧 特有魅力了 觉得那眼睛是 他眼睛里特别的 看着以后你肯定心动 没你 江宝宏 这个女孩不就是 爱拉拢这领导边 每个官场男的全碎裂了 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他欲望特别强 就江宝宏 江宝宏就给这个 和这个火融贵司四倍数 他俩就不能办公了 这个城市就大家说了算 就是五位 你看这个案子都有 这个人在那当富士者 你说他随的险 咱不是随的险 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如果是张安江来自这个背景的话 习近平也是利用他 他不是习家军 搞不好也是像胡明朗 用完就给你抛弃了 习近平就玩这个东西 都是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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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相信就是福建榜 这个自家新军 我跟你讲都是利用 不管利用谁 来的时候都是微微 只要这个体制不变 都要进监狱 别看你晃在一圈 都是进监狱 那么重庆出什么事 这是看中国网站 今天发布的 大年初三 2月12号 狱中去一辆云南牌 越野车 重重直升 连撞树车 并暴力重撞武警 警察 你看见没有 那么涉事司机被武警抓了 没有人受伤 这是推特平台发布的 叫北京侃业推出的视频 是视频呢 不是我在这瞎编 人也不是瞎编啊 但是因这个是有版权的 那个午夜这个版权 也是在牛球网站上 我就为了国防 国防以后 人家是法治社会的美国 加拿大 你牛球网站马上来通知了 你某年某月 几天几份到几天几份的广告 一套钱必须扣除 对你进行警告 这个属于人家的 你知道吗 你放一白放 你告诉你 就有这种一件事啊 这个而且你在受批评 因为他有规则啊 这个 这个 对牛球网站是有规则的 都会讲 这样的规则啊 反正就不容易挂红标 你挂好个是因为你没归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啊 因为咱们的思路 对咱们来讲是个工作 就心里挂了 我们要是求是不 我从来不骗人的 我在生活当中 我有一生朋友比较多 我还不骗别人 你看这里讲的啊 就是这个重新又出事了 那这个这个人刺激干嘛 报复社会 给社会有一些 当然这是零散啊 这和这个举线的不一样 举线举线这个线 都是万法刀写的 例子搞这么大工作 他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一个就是 有海外的就是叫 革命自由军 操控的一场什么 一场这个武装起义 对不对 这第一起 如果真像他假的遍地开花 习政权 把势去啊 就不用美国打你 没会跟你围上去 有人说川普回来 那习近平就好了 川普回来 就算是乌克兰停战了 八亿冲突也停了 因为那边加上60%的关税 你那个物价糊糊涨在中国 紧紧了 立刻就完 就脱落断链了 然后你内斗就开始更激烈 到了那一天 你习近平更惨了 你对老百姓还有核弹 那核弹吗 你就老老是在那等着什么呢 面对着两种选择 一种是什么呢 乔赛斯库 对不对 另一种采访党进行报警 实在不行了 咋认识了 你就像三井坊路 咋错了 你怎么办 你最好 主要不抓我就行 我犯了淘贼罪行 人就可能就清算你了 但是 九千万党员就解救了 是吧 另外 这些跟着公安党的 就是做恶的 核心成员就倒霉了 人就可能开始 惩处你了 同时你逃往海外那些 情妇的儿子 孙子的财产 美国加拿大肯定 晃晒一身 这一天 给我的感觉 事后已经到来了 真的 咱们做评论的 上述消息 我再次强调 我不主张暴力革命 我只是把这消息 完整准确 告诉你们 社会怎么样发展 它是有演变的过程 叫社会结构 已经发生了剧别了 走不回去了